5分钟带你认识日本赤足天使吉田亚忌子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废柴,诚意,勇气 曾经有个传说,赤脚唱歌的全部都是怪物 赤脚唱歌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好听呢? 那今天就让我来介绍吉田亚忌子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述香港和日本文化的软实力 偶尔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影片 我会不定时出片,喜欢的朋友就可以支持一下 吉田亚忌子别名Cogius出生在1976年7月22日的日本东京 他跟很多人一样,从小受到他祖父母的影响 所以对音乐产生了这个兴趣 他两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 初中入读立教女学院 由于接触了很多宗教的赞美歌 因此大大影响了Cogius日后的作品 1998年大学四年级的Cogius受到日向闻闻的提携 于是在日劇《Brothers》当中唱出这个插曲 《I Still You You》 小编在运之岛的时候听一听这首歌 就感觉到Cogius那种连听活力的声音和高音 直到流下来的眼泪流完为止 终于能够说再见了 应该就说明男主角在《Brothers》里面 在爱情和兄弟之间那种感人的故事了 1999年Cogius在香港发售了一个转辑《Song Spur》 当中的第三首单曲 《ありがとう》 《多谢》 又被郑秀文翻唱为《ありがとう》 这是日本和香港之间的联系 如果能够再跟你见一次面 这一刻我只想说一句 多谢 多谢 那说明了 无论在哪个时空 对于心存感激的对象 心里只想说一句 多谢 那就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再讲几个孤面堂皇的东西去陈堂 还有很多首歌 例如《我指使一首唱歌的小鸟》 《I Catch A Code》 《八枝雪》等等 那我就很快速用一段说话来概括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终于去到和我有关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Cogius唱的歌就是《天使》 《跳舞的天使》 《珍开双眼来到人间》 《预估了未来的形势》 这个星球是被选中的 应该讲中了人的身份和孤独 这首歌符合了Cogius 那种高音和白色年生群的形象 真是当之无愧的天使 到了Cogius代表了 就是在《魔塔大陆3》 《终结世界》的少女诗歌 所演唱的插曲 Extoria Xcava de Cossilifullisus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讲得到 不懂得到 歌曲所用的语言是 塔语 是由土屋小 創造的一种自制的语言 用在《魔塔大陆》 全部在你里面 请听我的请求 我来到这里 并不是伤害你们的生命 所有的生命 都有它生命的目的 塔语我就找不到 所以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第一次听就像小孩一样 觉得这首是有灵魂的歌 我极度建议你们去看 2016年Cogius在《心罗万象》 去唱的Extoria Vans de Cossilifullisus 的版本 那你就会知道 舞者的重要性 50%的舞者 再加50% Cogius的声音加起上来 是完美 我认为这就是 舞者dancer的最高境界 就可以跟这个歌手去并列 给观众看到 去到最后 Cogius的最高音 Avril Marius 作为一个日本人 挑战世界高音的歌 是非常之出色 歌前我都说不出是什么 因为我突然听到 高音 高音和高音 我认为这首歌 大约就是说 聖母马列亚 去歌颂他 有机会 一定要听一听 最后 如果有任何意见 欢迎留言 喜欢就记得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 我是廢柴诚意,勇气 下次再和你们分享 一些有趣的事 我认为 我认为